就是徐姓正的家属 接押艇还没有接触 徐姓正的家属就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赶快请记者郑一珍带您来看 好 目前在军检署这边呢 军高院还有军地院是持续在开庭当中 有没有机会来交保呢 目前呢还没有答案 不过呢在稍早大约在五分钟之前呢 徐姓正的家属 一位女性的家属呢 是低头的不发一语 似乎是提前了离开军检署 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呢 她始终是低着头 而且她一直都是戴着墨镜 戴着帽子 似乎就是不想要让大家认出来 那么目前了解到的就是 她是徐姓正的家属 那么在稍早的时候呢 军地院跟这个军高检呢 持续在开庭 那么这个范索线呢 又是一度的在偷瞄记者 而且呢当这个审判长问她话的时候 感觉她是相当的虚弱 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还是什么原因呢 并不清楚 只是呢她手上同样的 都是戴上手铐脚疗 那么脸色都不是很好 那么在陈奕勋的部分呢 她也是同样的 看起来表情都是相当的沉透 那么先交回同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义珍带大家 再看这是徐姓正的家属 但是呢家庭还没结束 他们就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待会最新现场 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我